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8月20日 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 还是跟大家说三项内容 这三项内容呢 都是和中国有关的 首先呢就是关于台湾 然后呢是关于中国 在所罗门群岛的 这个影响的问题 项目啊一带一路啊 这个事儿华为现在呢 在所罗门群岛又活起来了 那么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关于现在你说美国 他之前的时候说 中国盗窃他的 什么都是剽窃他的 盗窃他的 可是呢美国现在 他们的大的网络公司呢 都在抄袭中国 好现在呢 我就这三件事一件一件的 跟大家说 首先呢我们还来说一下 台湾的这个人口贩卖啊 或者是上当受骗到外面打工啊 还有是活摘器官呢 这件事情呢 现在又有这个发展呢 这件事情呢 真的让我是特别的震惊 哎 就是之前的时候 什么偷渡啊 人头贩卖啊 人蛇呀 这些事情呢 都是和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有关系 都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 往发达地区的一个人员的转移 那正常的合法的过不去 然后呢就通过一些非法的一些途径过去 那因为呢不发达地区的人们 太想去发达地区了 所以呢还经常 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太强烈了 就被人坏人利用 然后呢就上了受骗 以前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在两年之前 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那个 那个大货车里面 那个冷冻车里面 发现了39具尸体那个事 刚一出来的时候呢 那英国的警方 他想当然的说 那是中国人 因为他看的长相的那个样呢 是中国人 再就是呢 以前确实是中国有突渡的 有那种舌头组织的那种偷渡 所以呢 他就认为是中国人 可是这事一出来以后呢 中国大陆的人就炸了锅了 觉得说呢 我们不干这样的事 我们没有这样的事 那结果到最后呢 就发现确实不是中国人 而是越南人 就是中国大陆的人呢 现在因为生活水平高了 都不会去那么的向往 这个西方了 如果到西方的话呢 一般的来说都是流血 旅游这样的 去花钱的 我们有钱 而且全世界呢 有一个印象就是 中国人有钱 是不是 那么现在呢 台湾号称是 这个经济发达地区 已经是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早在蒋经国时期呢 就是80年代的时候 就是亚洲四小龙 现在怎么突然沦落到 台湾的这些年轻人呢 成为了这种 人贩子 舌头的一个目标 而且呢 还是去东南亚 这样的地区 而且呢 现在这么多的人 这个着实的 让人非常吃惊 被骗去 你说是多高的收入也行 也不是 也不是多高的收入 现在就连大陆 很多的网友 听了这个数字以后 就觉得说 那家伙挣大钱呀 根本就看不上那些钱 你说台湾的年轻人 竟然能沦落到 这个样子 着实的让人呢 非常的大跌眼镜 让人砸舌 让人不挤啊 我真的是不挤啊 今天呢 这个事情呢 又有新的发展 现在柬埔寨的警方 现在有动作了 现在开始配合了 说是现在抓了好多人 现在又有更多的 这个台湾的年轻人 可以让他们回台湾了 回家乡了 解救出来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柬埔寨的官方 能出来配合呢 这就是大陆了 那大陆的外交部 在前天的时候呢 已经表态了 国台办在昨天的时候呢 已经表态了 就让这些台湾同胞呢 如果你在海外 遇到这样的麻烦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找中国大使馆 祖国一定是你们身后的后盾 那么现在呢 柬埔寨有动作 以后呢 台湾这边也不言言 他们也不提 这个中国大陆的帮忙 不过这没关系了 那么我看到西方的媒体呢 倒是提这件事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呀 说柬埔寨呢 现在大陆只要一动 他们就赶紧 这就说明呢 柬埔寨就是中国大陆的傀儡 但反正你不管怎么说 中国大陆是有影响力了 对不对 你台湾你就是玩不转了 其实呢 台湾玩不转 不在于说 他在那边 没有什么建交啊 这些 其实不在于这个 他只要是 如果是愿意做的话 他就可以做得到 我在昨天的视频里面 已经说了 对不对 你怎么在这个立陶宛 怎么搞那么大动静呢 是不是 这不就是吗 所罗门的时候呢 台湾在那儿 也搞很大的动静 在今年年初 去年年底的时候 所罗门发生了动乱 就是来自于 所罗门群岛当中的一个岛 那个岛上呢 有好多台湾人 就是蔡英文当局 鼓头的这事 就是蔡英文当局呢 他不想搞这事 所以呢 他这事就搞不成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一开始 就是台湾的一个自媒体 叫什么好棒棒 那个小伙子 今年29岁 这两天呢 这个好棒棒的小伙子们 委屈的不行 是他发现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一个自媒体嘛 我也不知道一开始 他怎么知道的这事 反正自从他知道了以后呢 他就采访那些 被骗到柬埔寨呀 泰国呀 还有缅甸呀 采访那些人 那么这些人 那他也帮助那些人 去解救那些人 那台湾的所谓的外交部呢 还对他进行这个批评 然后呢 还说大家不要上什么自媒体的当 那现在这事呢 搞得是越来越大 却原来有这么多的受害者 这受害者不断的现身说法 说他们寻求帮助 而没有得到帮助 那这个小伙子呢 现在就说了 他说我也不是说 就是想当英雄 但是我就喊话 这个吴昭泄 你们应该向我道歉 你们欠我一个道歉 应该给我一个说法 那这两天呢 迫于压力吴昭泄呢 就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是吴昭泄本人呢 就向这个小伙子呢 确实道歉了 然后这个小伙子又说了 说向我道歉不重要 赶紧去做该做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又出来哈 说台湾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不仅仅被骗子们 骗到了这个东南亚 他们还全世界去打工 你说有想到吗 现在就是加拿大 如果说到中国去招人的话呢 都不见得能招到 因为我之前 我是办移民的嘛 我们这边呢 因为有一个生猪这个处理厂 他在十多年前 从中国雇了一批工人过来 那这批工人过来以后呢 他们得到了身份 然后我们这个省的移民政策呢 就是允许他们担保国内的 这个亲友过来 因为我就是办这个 我就是当地帮他们办这个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有人来 就在这十年之内啊 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来 但是呢 越来越没人来 越来越没人来 有很多人就是 想让他的家人来 他们不来 有些人我都给他办好了 都不来就放弃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中国现在 生活水平高了呀 他不愿意到这打工 中国甚至现在呢 工厂里面可能 就是做那些体力劳动的 可能都是外来的 这个具体的 我不是特别的掌握啊 据说现在就是在南方 甚至在内地的一些城市 就有好多非洲的那些黑人 在这打工 现在各个国家 在中国工作的就有很多 包括台湾 有上百万的人 在大陆工作嘛 对不对 那台湾有一些年轻人 他就是不了解大陆 如果说你想 如果说你实在是在台湾 没有工作机会 或者说没有稳定的工作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到大陆去啊 我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 到大陆去的了 蔡英文当局呢 就是因为屏蔽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 骗台湾的那些民众 台湾的那些民众呢 有好多人还以为大陆什么 吃不上榨菜对吧 连榨菜都吃不上 还吃不上什么 反正各种的这种误解啊 那现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这个误解呢 就是误解大陆的善意 被美国挑唆 美国驻中国的这个新任大使 今天他又接受什么访问啊 又发话啊 说中国必须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不是台海局势不稳定因素 这叫什么话呀 他的意思说呢 中国必须得放弃这个武力 台海不稳定因素 什么是台海不稳定因素 这个台海不稳定呢 它这是客观存在的 因为他中国没有统一啊 台湾没有回归啊 没有统一啊 这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那这个因素如果不消除的话呢 永远都稳定不了 如果没有美国的捣乱的话呢 这两岸呢也不会不和平 这两岸呢就很和平 两岸呢也可以保持现状 你只要是承认九二共识 对不对 你不搞台独 然后就没有问题吗 为什么说这个地区就出现了这种 武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升高 和平的可能性越来越降低 就是因为你美国搞的嘛 这次的危机不就是因为美国的议长 这个疯婆子 非得到台湾去访问吗 你这么高级别的访问 对不对 那么最近呢 我就看到啊 台湾呢 有好多的媒体呢 天天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呢 现在就是中国大陆改变了现状 虽然说呢 改变现状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这疯婆子来访问 但是呢 毕竟改变了现状 那我就是想说了 什么叫现状 你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这个线 这个线就是现在了 台湾有很多人就提说的九二共识那会儿 还有呢 有好多人就提呢 克林顿他执政的时候呢 那会儿对于中国的政策 是一个最高级别的 就是最 就是和平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 但是呢 我就注意到哈 台湾的那些个专家们 那些评论家们 他们并没有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 就是呢 克林顿他执政的那会儿 克林顿提出来了一个新三部 这一个新三部呢 第一就是不支持台独 可是你美国现在是怎么做的 可能美国现在呢 表面上来说 也说不支持台独 但是事实上 你们和台独打得那么火热 给他撑腰打气 你这个是事实上就是支持台独嘛 对不对 这条你就没有做到 或者没有完全做到 第二呢 克林顿提出来的呢 就是不支持两个中国 那你美国现在是不是就在支持两个中国呀 同时克林顿还提出来说呢 都不支持一中一台 可是你这条你美国 对不对 你还坚持这条吗 肯定是不坚持 那第三呢 美国做的就更过分了 克林顿就说 不支持台湾寻求加入主权性质的国际组织 比如说是世界卫生组织 对不对 就不支持他加入 可是你美国呢 美国现在又是公然的叫嚣 帮助台湾说是寻求加入 不过呢 他就是私下里他那么叫的 跟台湾呢 有一些保证 但是真正等那是 真正等世卫组织在讨论的时候呢 他们就不出声了 如果说改变现状的话 你和克林顿那会儿你相比吧 是不是你改变了 正向中国大陆所说的 不断掏空这个一中原则 老强调说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和一中原则有什么区别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咱们就说你一中政策吧 你一中政策是体现在哪里呢 是不是 你老妖婆 现在都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有多错误 还觉得还是有理 现在还号召其他人也去 来来来都来都来 说加拿大现在 这个加拿大的议会呢 也要组织那些议员去 这是非常糊涂的 加拿大真的是这些政客 非常的不聪明 你为什么非要跟着 美国的屁股后面搞这一套 加拿大的这个保守党啊 就是这样的 是极有的 他就是紧抱美国的大腿 他不光是对中国 在采取态度的时候呢 他偏于美国 就是对加拿大自己的自由党 他也是和美国勾结美国的右派势力 来攻击加拿大的这个自由党政府 也是这样的 台湾真的是现在很那个 而且呢 他们台湾的那些被骗出去以后呢 不仅会被活摘器官 不仅会被自杀 被自杀呀 就把你从楼上给你扔下去 然后呢 就说是自杀的 还有这样的事 还有呢 女孩子会被卖去卖银来 卖银 这是真的呀 啊 我们以前只知道的乌克兰是欧洲的子宫 乌克兰的那些女孩子被卖去 这个卖银 那是因为乌克兰他落后 乌克兰他穷啊 那台湾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就可见这个台湾啊 生活水平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只有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行 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是发达地区 你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现在就连离唐宛那样的国家 好像她的女孩子也没有沦落到这种程度啊 啊 你蔡英文打脸不打脸啊 我就看着这个以后呢 我都觉得我心里面 我就觉得替我们的台湾同胞难过 怎么沦落到这个程度了呢 好 这第一件事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第二件事呢 我们就说一说这个所罗门群岛的这件事情 那么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啊 就有记者问说 近日所罗门群岛政府宣布与中国企业签署协议 将在所罗门全国建设161个通信塔 用于国家宽带网络建设 所罗门政府正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商谈申请优惠贷款 有澳大利亚媒体认为 所罗门将调入中国的债务陷阱 请问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 那汪文斌就说了 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 有实力幸运好的中国企业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这个呢 我就要提一下 所说的这个中国企业呢 就是华为了 华为现在呢 就在所罗门开展这个网络的这个业务 帮助所罗门建设他们这个宽带网络 然后呢 汪文斌说 所罗门群岛通讯等基础设施非常落后 长期以来呢 一直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所罗门民众对提高移动通信服务水平 为2023年举办太平洋运动会 提供服务保障有着迫切的需求 我们尊重所罗门政府 同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本着商业原则商谈有关合作 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 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编造的用于干扰破坏中国 同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话语陷阱 多年来中方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提供了大量的低利率 期限长的优惠性质的贷款 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 促进经济发展 这些东西呢 就是谁受到了好处 或者谁受到了伤害 自己都很清楚 自己都很清楚 美国呢 愣说人家是债务陷阱 那你借钱给他呀 就斯里兰卡的这事呢 是最说明问题的 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之前的时候呢 美国就老是去鼓动这个斯里兰卡 去破坏中国在斯里兰卡这个一带一路 说他是债务陷阱 可是当他真的是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呢 却发现他所欠的债 主要的并不是中国大陆 相反他在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呢 他却要求从中国大陆借债 去还他去还债 他还要从中国大陆借债 那你那时候你美国怎么不站出来说了 你怎么不站出来说 哎呦不要管中国大陆借钱 他们的这个债务是债务陷阱 你怎么不说这个了 而是那时候呢 就谴责中国大陆 说中国大陆不借钱给他 结果呢 事实证明 斯里兰卡政府呢 经过一介又一介 现在明白过来了吧 对不对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回中国的那个测量船 要到斯里兰卡去靠港补给的时候 美国呢又跳出来了 美国和这个印度又跳出来了 对不对 说是呢 中国是别有用心的 你看斯里兰卡新政府 这回就顶住压力 就让中国去补给啊 光说有什么用啊 光挑拨有什么用啊 索罗门政府呢 你别看索罗门那么点小的小国家 现在看来索罗门的这届政府呢 是很智慧的 很有主性果 但是呢 澳大利亚就跳出来了 又来说什么债务陷阱啊 什么的 前两天还表扬澳大利亚说 跟那个前政府呢 进行算账 对吧 清除他们国内的这种意识形态 清理着前政府 对他们民众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洗脑 这种余毒 可是现在呢 又来叫嚣什么索罗门 债务陷阱 又跟着美国的屁股后面 我看中国呢 就且放不开对你澳大利亚的制裁 你就制裁吧 就一直制裁 中国又不怕你 不过话又说话来给他放开呢 也没有多大的一个用处 因为他那市场已经被美国的主子给抢走了 现在有的是明白人 沙特人家就很明白 对不对 拜登去沙特的时候 人家80后呢 王储人家都很明白 人家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也许是你的敌人 但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就连以色列现在都说 以色列的媒体就说 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不想卷入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大国之争 你这国家呀 你得有明白人 你得被那明白人领导 川普以前就说 说我们美国一直都被愚蠢的人领导 这确实是 这是事实 美国人真的是很愚蠢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 美国的这个华尔街日报啊 做了一个报道 说美国的这些电商巨头 像亚马逊呢 谷歌呀 脸书啊 都在学习这个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这个英文版 说都在学这个TikTok 来搞这个短视频 甚至呢 亚马逊还学中国的这个电商 搞那种短视频的什么直播带货呀 来搞这些东西 但是呢 他们学学不像 不知道为什么他学不来 然后呢 就没有推广开 这一点其实我也挺有体会的 你比如说这个YouTube啊 这个频道也是 YouTube啊呢 现在我就感觉 今不如稀了 我呢 明显的感觉到呢 两点啊 第一点呢 就是流量少了 我就观察 一开始呢 我就觉得说 哎呀 是我的节目质量太差呀 我的节目不行啊 吸引不了人啊 这个流量低呀 其实我发现不是 其实我现在的水平 比以前的水平要高很多 我的节目质量 比以前的节目质量要高很多 但是呢 我的流量少了呢 我也观察别人 别人的流量也少了 这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明显的这个广告少了 以前的时候呢 这个观众经常是抱怨说 哎呀 广告太多了 你看现在哪里有人抱怨广告太多了呀 广告很少 即便是有广告呢 也是那种比较简短的呀 什么的之类的 那种广告啊 就是很少了 还有呢 你明显的能感觉到啊 YouTube现在呢 他也不黄标了 你可能也没有看到 其他的人在那抱怨黄标 对吧 大家都不抱怨黄标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YouTube他不黄标了 因为他也得笼络住这些用户啊 他也怕流失像我这样的这样的用户 不是说你们这些观众啊 就是这个在上面做视频的这些账号 他也怕流失这些 事实上呢 他确实在流失这些 包括我自己啊 我现在的广告收入少了啊 我也在找 哎呀 现在是不是我也应该转到其他的平台 转到国内的平台 转到这个TikTok啊 什么之类的 我也在考察这些东西 没准什么时候 YouTube也会失去我的 就是YouTube呢 现在明显的有改变 他们不那么傲慢了 还有呢 就是前一阵子 还记得我就是 好像是两三个月之前吧 我也做一些短视频 就是YouTube他鼓励我们做短视频 但是呢 很显然 YouTube这个短视频呢 他就不成功 你华尔街日报说呢 什么亚马逊呢 不成功 模仿中国 结果呢 没模仿到 那这个华尔街日报啊 他可能他就只知道这个TikTok 因为国内的那些平台啊 因为国内的那些电商呢 并没有推广到西方 所以华尔街日报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说 哎呀 他们在做一些东西 就是模仿TikTok 其实呢 亚马逊是模仿国内的电商平台 就像那个拼多多什么之类的 现在所以说 你在谁在模仿谁 当中国模仿他们的时候呢 他说中国偷他们的 那你现在在模仿中国的时候 中国有没有说你们偷我们的 我前两天呢 就跟大家说了 关于这个留学的这些事情 我就观察到现在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呢 想到中国留学啊 以前印度呢 老去催中国外交部 说还不开放我们的留学生 还不开放我们的留学生 那么昨天的时候 我就看到日本 日本呢 也是去催说 还不开放我们的留学生 你知道吗 多想到中国 那中国得小心哦 不要毫无保留的 把一些敏感的技术 都交给他们哦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